注意看这个趴在草地上吃着雪饼的男人背后吸引了一只土拨鼠 没想到他被一只野生土拨鼠给盯上了 这嘎嘣脆的声音吸引着他 胆小的土拨鼠渴望的眼神小心翼翼的试探 最后他鼓起勇气还是对雪饼下嘴 男人也毫不吝啬地把整个雪饼都给了他 多年来他跑遍整个山坡 从未尝过这嘎嘣脆的口感 从此以后他便开启了人类世界的新大门 疯狂地爱上了这人类雪饼嘎嘣脆的味道 野生的土拨鼠也和这个男人成了朋友 一块雪饼就换来了土拨鼠百分百的信任 但是如果哪天你来的时候不给他带雪饼 他就会抱着你的大腿不让走 还会生气地咬你的鞋子 你刚刚为什么要咬我吗 还会生气地大叫 好像在骂人 但是只要你有雪饼 它就是一个乖宝宝 一个野生的土拨鼠 为了吃上人类的旺旺雪饼 就连撒娇卖萌都学会了 在他的世界里 这雪饼就是神仙般的味道 野生的土拨鼠 能交上人类这样的朋友 吃上人类这样的美味 估计在鼠界它能吹上一辈子了 土拨鼠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还带自己的朋友一起来 来了之后不吵不闹 乖乖站队等着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只要你在 总有一只土拨鼠向你飞奔而来 它的快乐如此的简单 每天能吃上一块嘎嘣脆的旺旺雪饼 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 小动物的世界就是这么的简单又容易满足 坐在同样的草地上 吃着同样的雪饼 人好像没有土拨鼠快乐 是我们人类要的太多 还是小动物们太简单了呢